一段尘封的往事随着一张旧唱片的重新面世 缓缓拉开序幕 在朝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 昭丽是当时最有名的歌迹 她面热桃花 才艺过人 严夕与昭丽一起长大 情同姐妹 也是一名歌迹 一转眼 她们就从大成券番毕业 正式成为歌迹 某天 当姐妹俩一起分享第一笔 一级公司所带来的喜悦时 学成归来的云丽来找昭丽 二人见面紧紧相拥 之后 云丽深情地对昭丽许下两年后迎娶她的承诺 傍晚二人散步回家 遇上颜希 云丽和颜希第一次见面 几天后 云丽把昭丽带到她偶像李兰颖家 昭丽此刻得知云丽就是大作曲家崔志林 昭丽则为颜希创造机会 与偶像单独相处 昭丽为警务局长表演 局长被美艳的昭丽深深吸引 演出完毕 昭丽不愿现身 回家质问母亲 母亲的回答让昭丽开始怀疑人生 次日 云丽和昭丽一起约会 云丽坦白将留在家乡 并承诺昭丽会为她和平民百姓作曲 分别是 云丽送上李兰颖演唱会门票 并送上温柔一吻 演唱会上 李兰颖邀请颜希同台演唱 昭丽一脸落寞 而云丽却被颜希的歌声所吸引 几天后的一个雨天 颜希答应云丽改唱流行歌曲 昭丽得知云丽要将颜希打造成朝鲜之心后 茂宇质问云丽 为什么不能打造她 昭丽在雨中唱歌 试着证明自己 云丽给予她安慰 演戏离开 生活依旧 昭丽有时也会去看颜希排练 看着认真工作的颜希和云丽 她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昭丽去看颜希公演 她发现颜希确实适合流行歌曲 昭丽与颜希同台演唱 庆祝公演成功 而云丽发现自己早已喜欢上颜希 昭丽买花返回会场 却发现云丽和颜希在忘情接吻 遭到背叛的昭丽伤心欲绝 发现一切都是谎言 之后 昭丽剪去长发 决心要夺回一切 昭丽委身于警务局长 警务局长则利用特权 帮助昭丽发行唱片 并阻挠颜希唱片的发行 昭丽要找云丽当作曲师 却得知云丽因与日本军官发生冲突 郎当入狱 本打算救出云丽 昭丽得知 云丽和颜希打算私奔后 决定放弃 甚至决定毁灭颜希 颜希为自救 失手杀死某军官 逃回教坊 军队派人抓捕颜希 昭丽利利用警务局长身份 制止搜捕 装睡的颜希得知一切 全是昭丽所为 对她恨之入骨 颜希执意离开教坊 却在教坊外死于军队枪下 时间不断流逝 云丽出狱 得知真相来找昭丽 并得知颜希已死 云丽发狂 对昭丽起了杀意 被军队抓捕 昭丽为爱救下云丽 时代骤变 韩国独立 昭丽发现教坊 烟火弥漫 她束手无策 只能明哲保身 此时 失去颜希的云语 选择卧鬼自杀 她给昭丽留下一书 并附上爱情谎言的曲谱 1991年悄然而至 徐颜希的朝鲜之心被挖出 已是花甲老人的昭丽 冒充颜希上台演唱 离开电视台时 她被叫曲欣赏朝鲜之心 自己的唱片 爱情谎言 也被给予了高度评价 昭丽心痛难平 她坐在公园小气 往事历历在目 一切仿佛都在昨天 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 只要你尝试过 什么叫做嫉妒 也许爱情 友情的双重背叛 会让一个人陷入偏执 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可是 失去自我和自我放弃 才是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根源